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语境中所产生的一件作品 让它的手感上还有质感上变得更有意思 冲击是我们结构上来讲最复杂的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差不多有400多个构建 自己内部有一个评价木工的标准 就是做一件冲击 然后看它完成的完整度 包括进气的程度 木材本身的结构做的这样一种森某的组装 家具里面很常用的一些森 比如说森椒色的三根木料 怎么连接在一起 它里面通过不同的咬合 形成一个很坚固的结构 像这种扣呢我们管它叫哈马扣 不通过任何的武器就能实现一个十字交叉的 一个稳定的结构 一个稳定合理的结构它一定是很美的 给了我很多的感悟 原来东方的建筑跟东方的家具 可以这么的性感 可以这么的神秘 包括西方真正的一些 鉴赏家跟收藏家们 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喜欢中国的家具的 只不过是我们可能被媒体给淹没掉了 其实我们要真正的撑下心来 我们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两核这个东西 你看它是一个小架 它也设计了结构的稳定性 木材的瘦瘦率 就选用整块的木料 把它爆鞋 然后呢四块通过按键把它装在一起 它这个造型也比较利索 脚尖的安装啊 就是更得考验精度 就是千万学习这种大边的 大边的特别容易装完之后 这个线就是不利索 它太小了 它太小了 它不足以成龙界太多的明的结构 因为这些结构会很破坏它的形式感 这件作品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暗损 东西的外表上看不到任何的这些笋头 藏在里面的暗损 更考验结构加工的精度 稍微有一点偏差 装完之后 斜角就会产生角度上的偏差 比如说出现缝 保镖之类的问题 想找到好的工匠是非常难的 首先就是说我们有再好的想法 没有真正的好的师傅跟工人帮你落地下来 那些东西我们都是挑在设计图纸上的 我们的想法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一定有给我们制作道合的 成功了 没有什么 在前面的工序都没有问题 往后就比较考验打磨 打磨的要磨到任何地方都不拉手 我们讲好的家具 叫一看二磨三听声 这个磨不能有毛病 然后就是后面的做油 就会把这个木质的这种温润的色泽 这种特别有表现力 特别有魅力的这种花纹 然后激励饱和度就会展现出来 只要前面的每一部工序是完美的 最后就会出现一些很完美的作品 国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也是当下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所有东西的一个新的理解 有人觉得你们在华中去除 他们就觉得你在动老总的东西 吉祥所东西呢 首先要求的第一点是要试用 提核这种东西在古代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陈设计 可以在茶器上放茶碟 女子的柜房中放一些首饰 它是一个收纳上很有秩序的 很讲究的这么一个东西 一直以来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 就是特别有秩序的收纳 尤其像我们古代的 比如说药柜特别能导动过 然后把它变了一种形式 让它所有的收纳朝上 做出了一些特别有秩序和形式感的排布 它是放在茶器的凤茶主人的一侧 是收纳与茶相关的 比如说茶呀茶器呀的一个收纳件 清末其实我们已经逐渐的丧失了文化自信 造办处的这些个工匠们呢 就会想办法去做一些创新 又有西方的色彩 又有中国的这种审美 在里面的这样一些设计 设计现代化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断层的 我希望能够往回能够找到这样一条路 传统的东西要学 一定要往前看 家具不仅仅是一件家具 其实它承载了更多的是你的 记忆当下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及对这些老总统 遗留给我们这种宝贵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去做些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走多远 这个可能是一个长久性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困难 有挑战 才有意义 才有未来 才有价值 我还是想做一件 我们这一代人 对于中国家具 中国传统寸某艺术的一个理解 优优摇